现在就下载98新闻台APP 随时随地收听我们精彩节目 今天进行的单元新闻搜查国际版老朋友林少宇 资深媒体人为我们带来几个非常当热的话题 川普落选了 但是在落选之后他仍然在奋战 预计在拜登就职的那一天 他要宣布参选下一任的总统 我们待会谈到他是不是能够在2024年以前 还维持他现有的热度 或者他会变成无关紧要的一个角色 但是目前到底川普还做了哪一些困兽之斗 从选举投票日结束之后 在当天晚上他就说 他就开始宣称说 这几个重要州都有民主党作弊的情势 选举投票日之后过了几天 几乎大势底定的时候 他就开始在那几个关键州 宾州 威斯康辛州 亚历山那州 乔治亚州等等 去部署了很多这些律师 替他去打选举诉讼的官司 那么从那个时候 差不多从11月10号开始 到今天为止 大概已经过了三个礼拜 这三个礼拜 他总共大概提出来的 大大小小的诉讼案 大概有四五十件左右 四十几件左右 如果大部分的都被驳回 或是法院不受理 那么这个 大概有三十多件事 对 现在有少数几件 仍然是在诉讼中的active 可是根据美国的 大部分的媒体报道 基本上就算这些诉讼 基本上也不会沉案 就算沉案 也不会影响到全局 比如说他在威斯康辛州 有一个案子 他大概花了几万块钱 美金巨大 一个就是要重新计票 结果重新计票的结果 是拜登反而多了一点票 多了一百八十几票 对对对 就是等于花了钱 让别人的票增长 还有一个有趣的例子 是他在乔治亚州 乔治亚州因为这个府会 就是他的州政府 跟州议会都是共和党 就是府会是一家 然后这个州政府 就顺应他的要求说 好你要重新计票 我们就给你重新计票 recount 第一次重新计票 是这个机器计票 就出来还是拜登赢 赢了大概一万多票 基本上那个差距 就只有那个几票 十几票而已 完全无关大局 结果他说不行 我还要再同 所以他还要再花一次钱 他还要再recount 重新再计票 再算一次 州长说同党 你要再来一次 第二次他说要人工计票 然后再来一次好了 所以现在还在再来一次 不过基本上 这个这件事情 拜登当选 试图翻盘是很不容易 对对这基本上是已经成定局了 那么这个大家会觉得说 川普期里面在打什么主意 明明就是没有希望 为什么要这样做 第一个是说这些诉讼 基本上都是在没有理由找理由 或者说我觉得有一件事情 这个有蹊跷 可是我去诉讼的时候 我不必去带证据 我只要嘴巴说就好 可是这种事情在进了法院 是不成立的 你要提出来 在我看到的台湾转述的 应该是美国的一手的媒体 绝大部分的媒体都这么一句话说 他是没有证据 也就是说川普在没有证据的情况之下 不断的宣称有fraud 有弊案 诈欺 舞弊 对 你是原告 你没有办法提出有利的证据 你只是嘴巴说 比如说有一个法官就说 Your court and election unfair does not make it so 你说一个选举是unfair 是不公平的 可信不代表他就是不公平 你得拿出证据来 另外法官说的更具象一点 他用了一个比喻 他说 this claim 就是你取出来这个案子 like Frankenstein's monster 就是科学怪人 面对那个怪人 科学怪人 19世纪玛丽雪莱的一本小说 他说 has been positively stitched together 就是随随随便便拼凑 拼凑而成的一个案子 缝起来的 对 逢坠起来 对对对 这个比喻 因为是西方文学 西方文学的一个比喻 所以在西方人应该蛮熟悉的 我想台湾很多读者 我小时候也应该听过 至少没有读过 也听过科学怪人这本书 所以他就说 你这是一个 根本就是一个 随便拼凑起来的一个案子 到我们这边来 变成不可能成案 你就要变成案 可是呢 川普的阵营 仍然信誓旦旦旦的 一直在想办法 在push这件事情 那么另外一个非常有趣的例子 就是在这个差不多一个一个礼拜以前 11月20几号的时候 他们这个川普的个人律师团 开了一个记者会 又在说这个州 哪个州 这个州哪个郡 那个州哪个县 发生的这个疑似弊案 法院都不查啦 等等等等 都是民主长在搞鬼 然后呢 律师团里面有个律师 叫Sidney Powell 是一个领律师 他说呢 这些股币呢 背后都有个大阴谋 要么就是这个中国的阴谋 要么就是 比如说要有那个 自动投票机 那个厂商也有问题 才是篡改投票机的 里面的城市啊 等等等等 他说他相信是 委内瑞拉总统查韦兹 所干的事情 大家觉得查韦兹 还不是在2013年 就死掉了吗 所以 他遗留下来的 对 所以他们基本上 就是这些策略 然后他们常常还 这个在给法院的诉讼文书 上面还把这个 他就说这个郡 有这样的一些 选举舞弊的情形 人家一看 我们没有这个地方啊 他连这个 当事件发生的地方 都乱写 没有这个地方 或是找一个死人 当垫背啊等等 所以这些事情 弄起来 让他的可信度 变得非常 非常糟糕 所以我们现在是 形容词天下大乱 也就是实际发生的事情 也就是说 川普阵营 不甘落败 在选后 制造出 种种的混乱 是 那第二个就是 川普真正的目的是什么 就是说 这是明明知道 不可为而为之的事情 他为什么要这样做 是 昨天纽约时报 有一篇文章 有一篇新闻 讲出来的可能是 川普背后真正的目的 他说川普从选举 投票是结束之后 没多久 就开始对外 更积极的募款 他这个募款 对外说法是说 他要拿这些钱 来去帮助他打法律战 打诉讼的官司 可是这些钱到目前为止 大概已经募到 1亿7千万美金这么多 差不多 差不多50亿台币 这么多的钱 可是这些钱 事实上 根据募款网站上的 那些fine print 就是那些小字 说买东西的时候 会有些fine print 就是那些小字 保固到怎么样 或者退货 那小字 这些钱 条款了 这些钱大部分 都不会拿去 当做他的 打选举诉讼的官司 就是他自己 站在口袋里 他等一次 这些钱都会进到 他的基金会里面去 一个选举 这个基金会 是他可以合法运用的 比如他要拿来还债 他也可以合法 用这些钱还债 他来做个人的 是这个生活 其他的任何支出 他都可以合法 来做这个事情 意思就是说 他知道了选举失败 选举诉讼不成以后 他就想办法 用这个基金会的方法 就捞钱了 捞钱了 就还捞一票 至少他先把这个 他不管是欠债也好 或是要捞一票也好 就先打定这个主意 那这次川普 这个至少是在 度过短期的 这个选举危机的 一个方法 那么聪明吗 也很聪明 然后这当然也透露出 美国这个选举法规 或是选举的制度 有一些任务问题 另外呢 川普呢 还做了一些 过去我们认为 一个跛脚的总统 不会做的事情 比如说他 大幅度的调整人事 对 比如说最近 最明显的一个人事 是国防部 这个部长下台 他派了一个代理部长去 这个代理部长 也不过代理 两个月就要下台了 更过分的是 他不仅调动国防部部长 他还把国防部下面 负责这个政策规划的 差不多师长成绩的人 都换成他自己人 那这个大家就怀疑说 你这个是要做什么 因为没有道理 因为你剩下两个多月 跛脚的时间 你还换掉师长级的人士 目的是什么呢 而且那些人都是 跟国防部没有什么渊源 观察家有比较明确的 有比较明确 有一个明确是说 他想要尽快结束阿富汗战争 就把阿富汗美军调回来 过去国防部的人都给他 就是拖延了 或是不愿意听他的话 他想要用这样的方式去 所以结束战争让子弟回来 似乎也是一个 他重拾民心的手段 另外一个常见的推测 就是说他想要在里面 做一些政策改变 这个政策改变是拜登上台之后 比较难再把它转回来的 一些政策改变 比方说 国防部的部分 他没有人猜到是什么 比如说国务院方面 就有很多人说了 比如说以色列的首都 迁到耶路撒冷去这件事情 拜登不太可能在上台以后就说 我希望我把以色列大使馆 又从耶路撒冷给牵回去 海法 这不太可能 然后另外一个是 他还开除了一个 也是差不多是司长级的官员 因为是个司长级的官员 跟他讲话不同调 这个人是国土安全部 负责网路安全跟基础建设安全的 一个处长 选举有没有人介入 有没有诈欺行为 是他的工作项目之一 他在川普进行大幅度诉讼的 没多久之后他就说 这是美国历史上最干净的一次选举之一 没有什么 没有那种大幅度的 有意识的诈欺 有一些人为 非故意的疏失 那是有的 可是没有大不用诈欺 结果第二天就被川普开除了 然后川普的支持者 也非常的捧川普的立场 有一个他的支持者 也是个律师 他在一个保守派的网站上 提供的podcast访问里面 他说这个处长就是国土安全部部长 他应该被吊死 被砍头 真的就是一个 一个律师这样说 然后国土安全部部长过两天出来说 我正在考虑要不要去告他 然后他马上就改口说 那只是夸张的政治语言等等 我的意思就是说 川普的支持者是一堆像那位律师这样子 这种人 也就是说我们长期以来 从上个世纪的 我想七零年代八零年代就开始有一些声音 出现在比较自由派或者是比较左倾的 也可以说是比较不那么保守了吧 的论坛上 说美国其实是两个国家 我甚至还记得有书 讨论美国是哪两个国家 一个就是一个邪恶的帝国 一个就是不断的追求新的价值 融合世界的个人种 也就是说我们会看到好像精神上 有某种程度的基本分裂 或核心的分裂 使得美国这个国家成为今天的样貌 那么川普也就代表了其中一部分的 或者说正好差不多一半的势力 那川普所做的二事就是他把这个不应该放出来的那些盒子里面的精灵给放出来 没错 美国过去是一个有阶级的国家 是一个有这个两党对立的国家 有是这个这个两种历史形态立场不同的国家 可是过去靠着这些惯例或是法律 或是这个一些一些民主的价值 我觉得更重要的就是对 你刚刚最后讲就是一些更高的价值 那这些价值这个让大家知道说妥协跟忍耐 是一个民主民主制度能够成功两个非常重要的因素 可是川普把这些都打破了 他把惯例打破了 他基本上他规避了或是甚至公然的违法 然后加上他不妥协不忍耐 这些这些 应该是说赖皮 对没错没错 不妥协可能还有一种坚强 就是无耻 就是基本上就是无耻 那么这个是这个川普在最近所做的一些事情 有一件事情更离谱 川普呢 这个一向用人是唯一 是看他是不是效忠他自己 很多官员都不会 就是也许有一些表面上是阳凤英文 有些人是根本不理他 然后呢 他所以他在刚开始的时候 用人碰到对他来说 碰到很多挫折 然后呢 他希望能够在第二任的时候 他没有在开始竞选之后 他就做了一个大胆的一个行政命令 他就发布行政命令 就是说从现在开始联邦政府呢 这些这个官员的值等啊 要增加一个值等 在他们的术语叫做Schedule F ABCDEFF F类官员 这个什么意思呢 就是官员分好几类嘛 有常任文官啦 政治任命等等 那美国有用ABCDEF 来分 他增加一类叫F 这个F就是说呢 什么叫做跟政策制定有关 有时候一个小小的科长 也可能跟政策制定有关 小小的司长也跟政策制定有关 那到底什么样的人 才能够归到F类去呢 他还说这件事情呢 要在1月19号之前 各部会要提出你们这个部会 归到F类的这个名单出来 1月19号什么时候 就是拜登就职填一天 就是他卸任的最后一天 就要把这件事情做出来 然后呢 白宫的这个管理跟预算局 他是一个白宫里面 非常大一个单位 就等于是白宫的 总统的总务处一样 他管预算 管那些整个白宫的自己 他是第一个 把这个名单拿出来的 归到F类的名单里面的官员 有400多个 400多个就占整个白宫 管理预算局的人士的80%多 例子就是说一个白宫的 一个局处单位 就有80%几的人士政治任命 而且是必须总统自己 对没错 是总统要自己 例子说川普就借这个办法 让所有过去不听话的文官 你都把你归到F类去 那我可以任免 我可以任意任免你 我可以叫你走路你就走路 你就没有受到职业公务员 这个文官的保障 常任文官的保障 对就没有了 这是他做的另外一件事情 那这件事情 拜登上来以后会不会把他reverse 叫给他反过来呢 也应该是会的 可是对所有的常任文官 或者公务员民都会觉得说 他很麻烦的 因为他日后会 这种措施或这种作为 会变成一个非惯例的惯例 是 因为他明明不会持久 可是每一任想要赖皮的总统 没错 都可以凭他自己的意志 去任免 然后第二个是 美国现在的政治任命官员 已经有4000多个了 再加上这些 如果这个F类的官员 真的实行的话 我看会有一万多个 总统要任命的官员 但是川普也似乎就意味着 他要透过这种人事的任免 来再延续 如果拜登不去修正的话 去延续川普自己 在白宫内部的影响力 或是在政府内部的影响 都有可能 没错 可是我们刚才在节目一开始的时候 提出了一个问题 是 他能够维持热度吗 我们讲的热度就是包括他发推特 还有那么多人去追随 去关注 甚至去相信 是 我很难给出一个这个斩钉解体的答案 不过先提出来另外一个这个媒体给的观点了 这是经济学员在这一期里面 这个讲到这件事情的时候 他们的观点 他说川普呢 基本上呢 这个随着他的这个选序诉讼 越来越眼看是不成了 然后随着这个要交卸总统的日子 越来越近 那么川普带来的这些尴尬 embarrassment 就慢慢慢慢就会消失了 那么当然川普他会这个 他可能会在1月20号 拜登就职当天去宣布说 他要参选2024年的总统 然后呢 他利用这个基金会的募款 他也这个似乎他也有些计划 或准备 他准备在这四年做什么事情 加上共和党很多的这些国会议员 到现在为止 都还没有人愿意出来跟川普唱反调 原因就是因为川普手上还掌握了 这个一大部分这个对他始终的选民 这些选民呢 与其说他们是要投共和党的票 不如说他们是投川普的票 比如说乔治亚州的州长 跟乔治亚州州州务卿 最近很头痛的一件事情 就是川普老是说 乔治亚州是一个选举作弊舞弊的地方的票 他说我们这个州还有两席联邦参议员 这个一月多的时候还要补选 你这样子一直在宣扬这个选举是舞弊 到时候支持你的人听了你话 都说我干嘛 既然是作弊的选举 我就不要去投 不要去投的话 共和党这两席就有可能丢掉 共和党如果这两席真的丢掉的话 他在参议院就变成少数党了 这是你难道是你愿意看到的吗 川普当然不是这种贵深思熟虑的人 他就还是继续在说 那么这个金玄就说呢 虽然川普手上还握有这些 看似强大的这个基本盘人在 可是呢他举了几个理由 说他认为这个基本上川普呢 会变成一个无关紧要的政治人物 过了几年之后 理由是第一个是说 美国历史上只有唯一 只有一次是一个现任的总统 连任不成又重新回来选举 四年以后 四年以后又选上了 就是克里夫兰在19世纪 19世纪一个总统 为什么川普不会是下一个克里夫兰 金玄就说克里夫兰之所以成功 是有原因的 是因为老百姓希望看到 不是要选克里夫兰 重新再当总统 他是希望选上一个可以赢的总统 就是说克里夫兰是当时证明了 他第二任还可以赢 他才选上 而不是克里夫兰说 你们选我这个人 不是这么回事 所以他就问说 他的这个川普到底他可能会 四年之后他仍然有可以带给选民 希望说我还是会选得上吗 金玄说不会 他说至少在2020年选战烟消云散之后 他的许多支持者可能会看到 川普的真面目 就是一个loser 一个loser 然后甚至有些迹象显示 他的现在 他过去曾经替他当拉拉队的人 比如说这个很多保守派媒体的那些 比如说这个路斯林保 他是美国一个非常有名的 广播电台脱口秀的主持人 他影响力也蛮大的 他说对于川普的这些律师团的行为 他最近表示点批评的意见 律师团的主要律师是朱利安尼 前纽约市长 他说你朱利安尼老是跟大家说 开心的会说 我在各地的选举乍气里面 都有发现很多不法的情势 意思说你跟大家说 我手上找到很多炸弹 可是你拿不出来 你为什么不拿出来呢 你敢说你有一大堆炸弹 你就准备好一些炸弹 没有 台北FM98.1 News 9898新闻台 新闻搜查国际版 我们的老朋友 资深媒体人林少宇 在我们的现场 方才的话题 我们应该还可以做一个 比较完整的结论 那就是川普会在2024年的 美国总统选举 在维持一定的热度之下 再度代表共和党 成为总统的候选人吗 或者他会变成无关紧要的人 是 刚才讲到经济学人这个说他 看不看好他四年之后 还会在这个有东山再起的机会 有几个原因 第一个是他不见得四年之后 还能够告诉选民说他会赢 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 第二件事情是他呢 这个自从选举的时候 投票的那天福士电台先证实拜登会当选之后 他就跟福士电台闹翻了 他说这个我以后这个要去跟别的保守派面的媒体合作 不管是电视啦 或是这个网站等等等等 那基本上呢 这个比如说他现在找到另外一个可能的替代媒体 叫做OAN One American Newswork 这是一个小电台 这个在台湾也不会有人代理 如果你真的有兴趣的话 可以上网去看 不过这个不要觉得恶心 因为这是一个OAN OAN 对就是他有一大堆金法美女当做主播啦 然后新闻做的哩哩啦啦 基本上这就是一个捧川普的电视台 然后或者是一个网站媒体叫Newsmax 那是一个另外一个保守派的媒体 可是经济学人说呢 这些媒体的基本上呢 跟普世电视台比起来呢 他们影响力根本就是几乎是等于零 普世电视台至少还是一个 有不管在新闻或是节目上 有相当实力或是相当影响力的 这一个保守派媒体 你这个川普 你已经失去了总统的舞台 你继续 然后你还要 你还要这个 这个去跟普世电视台对着干 这对你对他来说不是一件好事 那川普当然也有可能是说说而已啦 到时候会 对他变脸跟翻书一样 对对对对 然后呢 还有一个理由就是说 这些要出来选2024年的总统 你就必须要先通过党内初选 党内初选呢 你就必须要这个 你要有一个有一个能力 就是你在那个时候 就在2024年的一年前左右 你就要想办法去这个恐吓 或是你要有这个实力去恐吓同党的人 同党想要出来竞选的人 能够这个 就是只有他自己是能代表共和党 对 GOP的对 是吧 不然的话他在党内的作战 他可能就要陷于尼闹 没错没错 就是说这一点的川普 他已经脱离了政治的时候 这一点川普做不做得到呢 这个还未可知啊 然后呢 这个第三个原因是 川普如果没有总统职位的加持 就是他1月20号卸任之后呢 他有可能会变成跟沙拉培林一样 沙拉培林就是当年这个跟参议员麦肯 一起竞选总统的那个副总统的候选人 是一个女生 那时候他曾经 他在阿拉斯加 阿拉斯加当州场 他曾经这个风靡的在保守派的阵营里面 受到欢迎差不多好几年的时间 他从他的backyard可以看到俄罗斯 没错 你还记得这个话 对没错没错 沙拉培林怎么样 沙拉培林呢 总统副总统没有选上 他在保守派的媒体里面 也过了风光的几年之后呢 就慢慢慢慢沉寂下去了 那么他最近一次现身呢 在出现在电视上呢 是出现在福斯电视台的一个节目上 这个节目呢 不是一个谈话性节目 就是一个普通的节目 沙拉培林穿着一件熊皮的服装 就是打扮成那熊 然后出来唱歌 就是说那新选举这个例子就是说 你川普有一天 如果你的热度消失的话 你又不甘于这个 在政治场域消失的话 你有可能会变成跟这个培林一样 只能扮演玩偶或动物角色 去惹大家开心 这是对他来讲 是一个相当大的侮辱了 对对对对 而且还是蛮切实的一个推测 不过川普大概比沛英有钱一点了 用经济学人的话来说 就是川普可能会漂流到float 到一种在电视节目上夸夸其谈 可以赚点钱 或是出书可以赚点钱 就通告咖了 对 但是言论却越来越无关紧要的这个阶段 然后他引用了另外一个人话说 如果说你又不在美国的新闻周期 新闻cycle 新闻循环子里面 那么你又要想要维持影响力 这种日子是有一定限度的 不可能永远都不在新闻cycle循环里面 你又要有影响力 这是不可能做得到 你知道吗 我对于川普有一个另外一个观察 我的判断是 他日后就会像金庸小说里的慕容妇一样 坐在这个小小的坟头 跟附近的顽童 说你们叫我叫我一声大烟皇帝 给你一点糖果吃 大概是这样的一个处境 我很希望看到这一幕出现 那个时候我就想看到 台湾里一些带风向的人 信誓旦旦的认为川普一定会当选 而且川普也遭遇到选举弊案的牵累 我想要看看这些人到时候会说些什么 然后金庆最后面用了一个非常讽刺的写法 他说在美国在这一周有很多民调显示 有一个民调的数字是说 有53%的共和党支持者 希望他成为川普成为2024年的共和党的总统候选人 53% 他说这是一种看事情的方式 可是同样的一个民调 有另外一种看事情的方式是 有接近一半的人 47%的人希望川普就这样子 我只看到一个背影就好了 至于川普到底他是不是会变成一个无关紧要的人 或是他四年间仍然能够维持他的影响力 我觉得要看他能不能替自己创造出一个舞台来 他基本上是一个说得比唱得好听的人 他只会讲不会做事的人 他当总统也一样 他卸任总统更是他那张嘴巴可以花费空间了 他如果能够找到一个舞台 他也许可以红个或是能够保持热度一到两年 可是这四年是一个很漫长的过程 他能够就算我们算三年好了 因为美国的初选大概在选举之前一年的时候 就已经要准备要开始 他能够维持三年的热度 我觉得这在政治上是一个非常非常高难度的事情 很艰巨的任务 你可以说他是一个天生爱秀 控告在摄影机前面就会 人来疯了 人来疯了 那也许这有一点帮助 可是能够帮助多久呢 真的是不知道了 此外我们如果把观察的尺幅拉大一点 川普所显示的可能还包括了美国的危机 如果从历史的尺幅来看 1918年的德国和2020年的美国做一番对比 恐怕也是一个值得我们去深思的话题 1918年的德国 1918年的11月发生了一件在历史上非常重要的事情 这个基本上离现在已经是一百超过一百年的时候 这件事情对观察现在美国仍然有一些参考价值 这是在纽约时报这个曾经在这一个月出现两次这个题目 这件事情叫做当时德国有一个传说 一个Legend 这个Legend这个名字 我不会讲德文 我就直接用中文讲 就是背后给你一刀的Legend 从背后给你一刀 我们待会会讲这个什么意思 那么1918年发生了什么事情 1918年就是11月11号的时候 这个德意志帝国呢 正式跟这个第一次大战交战的对手 签订了一个停战协定 德国撑不下去了 OK他就要停战 意思就是说德国要投降了 那在11月9号两天之前呢 德国的德意志帝国的威廉二世 就正式这个下台 就是他就训位了 整个德国呢 后来就变成共和体制 从君主立宪起自变成共和体制 那么这件事情呢 最主要原因就是德国在大战后期 在既缺乏资源 又缺乏各种条件都没有 他那个打仗打不下去 因为美国在前一年参战了 英法两国呢 后来也这个反攻了 整个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情势逆转了 那么对于德国当时 这个保皇派 这个保守派 或是一些军人 他们就很没有办法接受 这样子一个德国战败的结果 因此呢 他们就开始散播一种说法 就是说呢 这个背后插了一刀 这个背后插一刀是指说 德国的军人 事实上没有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打败 他们继续打下去 他们会打赢的 只不过在国内 有很多人 从他们背后插了一刀 让他们不得不回来 让德国不得不认输 那这些人是哪些人呢 有包括德国当时的这个社会民主党的这个这个党派的支持员 犹太人 还有这些左派分子 这些人都被拿出来当作戴罪的羔羊 那我们用正常的想法来说呢 大战已经结束了 你德国也签订了这个停战协定 这已经是事情就已经做到这个地步 生米已经煮成熟饭了 这样的说法 这样的这个这个这个传说呢 应该会慢慢慢慢的淡下来 慢慢的停下来洗掉 那就不会有希特勒了 对没错 那没有下一个下一个过了几个月 在1919年的6月 凡尔赛条约签订了 然后德国被迫赔款割地 然后限制军备 那整个德国这个已经在受到这个谣言 差不多六七个月左右影响 整个德国几乎都认为说 这是一个国家的耻辱 这是国家失去荣誉 然后这些戴罪靠一样 更成为这个众矢之地 后来呢 这个造成了希特勒在那时候崛起 他就开始改造纳粹党啊等等等等 到了1933年 他正式透过民主的选举 特别重要的就是民主的选举 一票一票的当选了 他当选了德国总理 那么接下来是大家都知道 整个这个纳粹党把整个世界搞得无言杖戏 到了1939以后就就开始积极的对外侵略 是他不只是在德国内部搞民粹的独裁 同时也透过和意大利的联手 甚至后来还有一段时间是跟日本的联手 是没错 然后就把整个世界搅和成轴心国的一个野心企图 是吧 应该轴心国野心企图的试验场 没错 然后《理论时报》这篇文章说呢 这个当时德国的民怨非常非常强 他的怨恨呢 他是受到羞辱对以及气愤的情绪 完全完全都发泄在这个这些人身上 然后呢这个他最后说呢 这件事情呢 从1918年开始一直到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 花了德国20多年的时间 18年到20多年时间 加上一次战争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惨痛代价 才使德国人认清楚 说OK原来这个在背后刺上一刀这件事情 是当时形成的因素 是当时的一些谣言 不是这个一开始轻忽的谣言 加上这个民怨所引起的 事实上德国那时候本来就是打不下去的仗 然后这些军人呢 也当时这个金方将领也支持德国去先停战协定 可是为了为了面子 为了这个伪过于人 就是把他们没有办法实践的所谓理想或梦想 托出于一个必须怪罪的对象 这个怪罪的对象其实并不存在 背上并没有那把刀 是然后呢换句话说德国在当时把德国德意志帝国的伟大 把德意志帝国的荣誉 把德意志帝国的骄傲价值都放在民主上面 德国那时候威马政府1918年已经有民主投票了 他已经形成了第一个这个共和体制政府 然后把这些价值放在民主之上的时候 他又认为说德国呢应该出现一个伟大的领袖 就是Fuller就是希特勒 只有元首才能够这个带领我们打击叛徒 把左派犹太人给打跑 恢复德国的荣光 这不就正是2020年美国川普所面对的情况 台北FM98.1 news 9898新闻台 新闻搜查单元 新闻搜查国际版 林少宇在我们的现场 少宇我们带来的第三个话题 以色列和沙奥地阿拉伯即将建交 到底即将是多么快的时间之内呢 我们今天来说一说 同时它涉及到中东政治的洗盘吗 基本上是这个中东政治可能会改观 过去以色列跟阿拉伯国家是这个四不两立的 这些这种对峙局面 可能在短时间之内就会就会改变 中东未来会变成逊尼派 跟这个以色列联手 变成友邦来防止 或者来打击伊朗 实业派 以伊朗为主的实业派 那么这个最近发生的几件事情 是值得大家这个注意的 第一个是伊朗的一位核子科学家 他们被称为伊朗的核武器之父 他在这个伊朗被暗杀了 那么这个 这已经是第五个了吧 第六个 第六个 大家都没有出来承认是谁做的 可是每个人都说 这应该是以色列干的 有几个间接的原因 第一个是 就在那个核科学家被杀的当天 以色列的总理内坦雅胡 开了一个记者会 他上面说 我要给大家知道说 我这个礼拜做了什么事情 因为他是总理 然后他就把这些上面 这个做的事情 这个念给大家听 他说有些事情 我有做 可是我不能讲 这什么意思呢 内坦雅胡也够大胆 对 然后大家想起来说两年前 两年前这个以色列情报单位 莫沙德 曾经干过一件事 在当时是惊天动地的大事 他这个在伊朗 偷了五千多页的文件出来 政府官方的机密文件 包括核计划的文件出来 那么这件事情 在伊朗非常大震撼 等于说你跑到我鼻子底下来 眼皮底下来偷东西 结果还偷成功了 然后内坦雅胡 那时候也开了一个记者会 把这五千多页的文件 这个大概 跟大家解释一下 他得到什么样的机密 然后他那时候 那边有一张这个投影片 上面就有一个男子的头像 然后上面写一个名字 这个名字就是这次被杀的 那个科学家的名字 加上他的照片 他说那个时候两年前 他就说请大家记住这个名字 两年之后 这个人就被干掉 就消失了 那这件事情在中东地区 带给大家非常大的震撼 是因为这件事情发生在 这个拜登就职之前 然后在这个川普 这个行将跛脚之际 这是美国的整个的 掌控世界局势的一个真空气 对就是那里斯列做这件事情 第一个他在三不管的时候 他可以这个更这个大胆去做这个事情 那么美国有没有参与其中呢 现在谁也不知道 原因是因为在在这个12月12月22号 就是他这个暗杀日子的前几天 美国现在的国务卿 庞佩奥跟这个沙奥地阿拉伯的这个床主 就是实际的掌权人 曾经在沙奥地阿拉伯碰面过 那么内坛亚胡那一天呢 也本来是要在这个以色列开内阁会议的 内阁成员呢都到了会议室 等总理来开会的时候 忽然接到通知说 总理说这临时有要工 所以今天内阁会议要延期这个改天再召开 那这个内阁胡去哪里呢 他正赶前往机场 搭了飞机前往这个往南非 到沙奥地阿拉伯去跟王厨见面 因此呢这是一个三方面的会议 美国沙奥地阿拉伯跟以色列 三个国家的负责人或领导人 在这个沙奥地阿拉伯碰面 碰面的原因呢 有两件事情很重要 第一个是呢 美国跟以色列呢想要说服沙奥地阿拉伯 说我们就可以谈关系正常化建交 因为川普任内的美国一直在鼓励 这个以色列跟阿拉伯国家建交 阿拉伯联合大公国 已经跟这个这个以色列关系正常化 然后呢这个他也这个 因为关系正常化 他也他也买到了美国最新的武器 那么沙奥地阿拉伯的王厨呢 也想得到 无法炮制 对他也想得到美国F35的战机 所以他也他也愿意去跟以色列签订 这个关系正常化决定 可是呢 因为他的父亲老王还在 虽然身体不好 可是老王是反对跟以色列建交的 因为他觉得他要保护巴勒斯坦的人民 所以这个他就是用他父亲当做借口 暂时这个把这件事情给割下来了 另外一件事情呢 就大家谈 就他们会谈到跟伊朗核武器有关的 核子发展能力有关的事情 那么这个他们有没有谈到 具体以色列会去暗杀那个人 不知道 目前没有人能够证实这一点 可是因为这三个人在这么巧 就在这前几天就碰面 所以有没有谈到 或是他们是不是谈到了 这个大家会心一笑 什么样情况也不知道 可是呢大家的共识就是 伊朗的核能力是有必要要限制的 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呢 拜登想要重新在他就任之后 去恢复跟伊朗这个谈核协议的事情呢 势必会受到两个大国 一个以色列 一个沙尔及阿博 在华府会动用所有的资源 去让美国不要去跟这个 跟伊朗再重新再谈 对至少要维持 美国主导的伊朗 慢慢谋核的这个行动会 恐怕会一直的拖延下去 会一直拖延下去 对这是一个这个拜登在他上任之后 会碰到外交的难题上 这个最大的难题 但我还不要说北韩那是另外一个难题 也是核的问题 那么中东政治如果说洗盘了 那么接下来会碰到哪一些比较大的 必须面对的问题 以色列归还洛干事战争以来 占领的那些领土的问题 这些是他这个会另外一个叫头痛的问题 或是对巴勒斯坦来说呢 就变成一个这个更可怜的国家 或者说更可怜的一个政治实体 因为本来替他撑腰的阿博国家的兄弟们 现在都对于他的这些困境 他这个流离失所 他土地人被以色列占领 这些事情都视而不见 或是听而不闻 那么为了这个对抗什叶派 他们宁愿牺牲巴勒斯坦的权益 巴勒斯坦是一个最可怜的一个 就是小者会很小 弱者会很弱 强者会很强 对对对 然后他会不会 他内部的恐怖主义会不会再滋生出来呢 这是一个一个大问题 第二是IS 这个伊斯兰国 如果美国从这个阿富汗撤军了 那么这个伊斯兰国有可能会在叙利亚 又继续又死灰富兰 那么如果又死灰富兰的话 再对美国来说 又是一个重新要面对的同样问题 因为撤军又再回去 又是一笔非常大的开销 我们如果在人道关怀上 可能现在第一的药物 应该是要看叙利亚流离失所的难民 上千万人 不但是在土耳其边境 而且看起来他们还包括面对 COVID-19的非常严峻的疫情 这一点不知道拜登能有任何作为吗 我相信不太不太容易 我相信甚至他连沙奥地亚阿博国内的人权 纪录不良 他都没有办法做出任何具体的改变 因为现在是美国需要靠沙奥地亚阿博来 或沙奥地亚跟以色列的联盟 来平衡伊朗的威胁 所以很难 如果就你刚才说的强者横强 弱者横弱 那么ISIS究竟算是强者横强的 还是算弱者横弱的 我觉得他本来已经是弱者横弱 对弱者横弱 然后你让他休养生息 有时候要休养生息的机会 他有可能会再度崛起 那么以色列会扮演什么样的角色 以色列仍然扮演一个 在中东地区 跟他未来的沙奥地亚阿博的友好国家 包括沙奥地亚阿博 阿博领盒大共和 包括埃及 包括约旦在内 也比较亲西方 一向亲西方 而且现在跟以色列形成一种 联盟的关系的国家的 互助者的角色 以色列和沙奥地亚阿博 究竟什么社会建交 或者以什么样的形式 关系正常化 这可能牵动的问题非常光源 我相信我们很快 还会再讨论到这个细节